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骗她出买点心 落日一定生气了 属下没能照看好公主 让您遇到了危险 请公主殿下责罚 落日你已经把我照顾得很好了 落日其实我也要跟你说对不起 我不该骗你出宫买点心 自己却没有待在寝宫 让你这么担心 公主殿下不怪贼臣吗 我才不会怪你 而且我向你保证 安琪以后一定不乱跑了 陛下 落日 你可知罪 身为公主的守护骑士 保护好她 是你的本职 而不是将精力落在别的地方 臣知罪 臣一定竭尽全力 保护傲公主殿下 啊 啊 糟糕 我的手脚都不听使唤了 声音也发不出来 谁来救救我 笨蛋 你这是被人控制了 图图 快帮我 不好 有人要置你于死地 公主体内 竟然有黑暗元素的气息 不对 黑暗元素 不可能抵抗我 难道说是有意识的黑暗人物 绝不能容忍黑暗魔物污染圣洁的女神 殿下 公主 快来人 公主殿下有危险 公主的眼神和不正常的子斗 一定是被掏空了 公主的力气太大了 好像有一种力量 在拉着她往下沉 这样下去 坚持不了多久 保护公主 有惊无险 终于稳定下来了 不过奇怪的是 公主殿下的身体完全没有异样 你管这叫没有异样 白夕和南非 还有你 跟我出来 来 洛日 这次你做得不错 殿下 快去处理手上的伤口 我替你守在这儿 安琪是我的妹妹 我也有责任守护好她 是 我这么做 真的是对的吗 早点醒来啊 笨蛋 白夕 这件事太过蹊跷 陛下 我怀疑公主殿下 被人使用了禁术 南非 命人去查藏书馆所有典籍 另外 公主身边的人也要逐一排场 是 陛下 狗狗 刚刚操控你的就是她 快来搭把手 我要怎么做 你不是会魔法吗 用你的精神力压制她 阿娜 可恶 这家伙是冲我来的 难道有人发现我的存在了 那个魔物 竟然一直蛰伏在公主体内 连我的妖精之力都奈何不了她 公主殿下 竟然还有这么大的秘密 奥妃 我看你这次还怎么抱她 啊 糟糕 她在吞噬我们的身体 怎么回事 我明明是在攻击她 啊 我的意识 也要被她洗走了 安琪醒了 太好了 这是怎么回事 安琪 没想到攻击那东西 竟然阴差阳错 让我掌控了她的身体 啊 哥哥一直在这里陪我吗 哼 你咋不问问本龙我呀 早知道你这么万恩负义 我就不费那么大劲了 对不起 安琪让大家担心了 笨蛋 说什么对不起啊 这副身体 能干好多事呢 比如 杀了那个残忍的男人 你 你 你 有 你 你 你